在调解员胡建云看来 李先生此前在与邱女士的相处过程中 的确有些行为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 正该借助这次的调解来改变心态 调整步伐 在随后的密室环节 观察员刘峰和李凡 分别陪两位当事人做进一步的沟通 为他们这段一波三折的感情 找寻一个方向 一进密室 李先生就向刘峰抱怨起了自己 在这段感情中的委屈与无奈 动不动把我拉黑 我也解释不掉 这个拉黑我这么跟你分析 因为你把它弄得很苦 它本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它也没什么特别的生活难处 好了 现在你来了 除了你要捆住它的手脚 它就不舒服了 比如说它在处理它的企业的事情 你让它汇报你的它的行踪 它不高兴 已经牵扯到我的自由了 从邱女士的性格和生活经历出发 刘峰告诉李先生 如果还想和邱女士继续走下去 她应该做到的是 给她的生活带来多一些的轻松 少一些的束缚 她不是那样的一个小鸟依伦的女人 她是有她的生活的女人 而且她的那个生活部分 暂时还不想跟你共同 共享那个生活空间 这种捆绑的感觉 其实这种不自由的感觉 特别难受 不舒服 女人不喜欢这样 男人也不喜欢这样 谁都喜欢自由嘛 所以这个 这一点你得改 不改 你很难跟她感情继续下去 对于刘峰提出的建议 李先生表示了接纳 这边的密室调节 进行的颇为顺利 可密室的另一边 邱女士却对和李先生 继续交往下去 丧失了信心 其实我自己吧 觉得我也不太能够确定 我能够去引领好她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就是跟她会有那个 有顾虑 对 因为不成的话 我是没关系 不耽误她的时间 这是一个 当然这个我们也会 征求她的意见 第二个就是 我不能接受说 我跟她无休止的 这样聊天 李凡告诉邱女士 李先生此前 确实有一些行为 需要调整 但是她也应该看到 李先生对待她的 一颗真诚的心 这是一段感情中 尤为可贵的一点 她是有她的一些 需要调整的地方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她 一颗还比较真诚的心 我觉得这个 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我跟她可能就是 那种表面上的东西 比如说 一起玩的 吃的东西 都是比较喜欢的 但我觉得那种 比较深层的 那种交流的话 精神世界的要少一些 对 三观 看到邱女士 仍旧犹豫的态度 李凡建议邱女士 在经过调解之后 可以再给两人 一段时间来相互磨合 以便在这段感情的 去留上 做出更为慎重的决定 你有顾虑 我们能够理解 可以试着 试着再交往 一段时间 再看看两个人 是否合适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三个月 或者六个月 那李先生 他肯定今天 听了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他也会有所调整 比如说他就不会 像以前那样 电话轰炸 然后追踪你 问你和谁在一起 等等 他这些肯定 也会做一些调整 面对李凡提出的建议 邱女士能否接受呢 回到厂商的他 又会如何 面对李先生 他们这段 相识容易 相爱难的感情 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